共軍在台海三天六區的軍演 禮當該結束了 怎麼還沒完沒了 今天全球關注在我們東部海域的 關鍵第七區會再射導彈嗎 共軍下半年徵兵 今天居然傳出了報名者異常踴躍 這是為了充實下半年的兵力 為台海備戰再做準備嗎 同一個時間 我們要告訴大家 美軍雷根號航母打擊群 已經掉頭直接開進台海 同一個時間 最強的導彈間諜船 也在沖繩海域擺陣 預告還有大事要發生嗎 而共軍從強硬演習 到認知作戰 一切的一切 只為了轉移內部此刻的水深火熱 都以維穩優先 內部是有多不穩 所以戰哥還有觀眾朋友 現在目前中國大陸對台灣 打了導彈以後還在軍演 這個叫做武嚇 也叫做網路上面的一些攻擊 同時是開始進行的 觀眾朋友因為這兩天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了台大教務處 他的網站出現了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很多的大陸的駭客 正在攻擊台灣很多的官網 國防部外交部都是 網路攻擊跟實體的飛彈攻擊 是同時進行的 因為中國大陸的民眾 現在對於台灣必須要收回去的 這件事情是非常堅定的 軍民一心 我講中國大陸 他的民眾是這樣想的 政府也是這麼做的 所以就有一個百度地圖號召 中國大陸14億人 要共建台灣實景地圖的一個大行動 目前已經到了51%了 有出現北京到台北的 包含動車 包含高速公路都有 當然之前我們節目也跟大家講過了 2035年要做動車到台灣 這就是目前大陸民眾的想望 所以就出現了就是說 未來2035年大家就可以 你看喔 軍長哥 高鐵動車有沒有 搭動車到台灣 直接台北站就在這邊 是 今天連從北京搭車 8.5小時可以搭到台北 連錢都算給你的 如果這不是認知作戰 什麼叫做認知作戰 好啦 我們退一萬步講 你今天號召14億人 把台灣拍光光 把地圖都畫好了 你居然完全不准 任何一個西方聯口 到你平潭最接近台灣的地方 去拍你那一天的導彈發射 這是什麼道理 沒有 要把台灣看光光 其實也不難 因為現在其實Google的地圖 台灣都有 所以大陸還要來一次就對了 就是要加深這個軍民一心 我們要把台灣收回來 可是台灣他想要看光光 大陸是不能看 那這兩天可以看到 在大陸不是有軍演 所以國際的記者 當然也要去看 因為他已經有發佈了 你現在看到這是在福建 福建因為這次對台灣 打了東風的導彈 在打導彈之前 國際的記者其實也跑去了 這個現場 他希望能夠拍攝 可是中國大陸的 我說居民一心就是這個原因 民眾喔 這基本上看起來 真的應該是民眾 就上前去嗆聲跟他講說 不要拍 你們都是騙人的 不准拍 就阻止他拍 所以中國大陸的民眾 也配合政府的態度 所有東西不給外國的媒體記者拍 因為他們都是惡意的報導 我們不要讓他們拍 好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一連串的認知作戰 在這個地方 全民皆兵的概念 差不多就是像這樣子了 除了認知作戰 第二個我們來看到的是 外交戰狼此刻也傾巢而出了嗎 網路戰還有磁系的導彈 跟外交上面 他是同時進行的 他不是只有網路上面 跟你講說 我幫你癱瘓了什麼網站 或怎麼樣 我有害客要攻擊你而已 他是真的有辦法的 觀眾朋友 裴洛西這次來台灣 造成了打導彈的一個導火線 裴洛西本人能夠做什麼事情嗎 中國到了外交部 非常生氣裴洛西 他做了不該做的事 大家大陸的立場是這樣看 所以我要制裁他 外交部宣布制裁佩洛西 佩洛西極其直系的親屬跟家屬 他從此不能再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說佩洛西 他的先生保羅 其實在香港 有一家公司叫明基亞洲基金 靖長哥我去看你一下 這家公司其實蠻大的 174億美金 大概5000多億台幣的資產額 那這家公司在香港 好 你今天說我要制裁裴洛西 不讓他來 說實在裴洛西他有一個孫子 他還回嗆 他說怎樣 是我好怕喔 是要把我抖音的賬號給封鎖嗎 後來發現他連抖音賬號都沒有 意思是說沒有用 我不怕你 裴洛西的家屬是很硬的 可是剛剛講那個是虛的 這是實的 裴洛西的先生保羅 在香港的這個明基亞洲基金 他裡面有174億美金的資產 那如果說 因為香港是大陸管的 他如果對對公司動手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影響 不過觀眾朋友 174億台幣5000多億 那是他的公司的基金的規模 不是保羅個人所有 而且其實中國道路 你剛剛看到畫面 派了記者跑到公司去 直接要訪問 已經就要去抄這家店了是不是 沒問題老公的公司來 我們來訪問一下 結果那個公司現在目前 正在這個工程中 他正在 晚了一步了 他根本沒有人 所以他去了以後 吃了閉門根根 根本訪問不到任何人 好 我們講到了 戰狼外交 直接短兵相接的舞台在哪裡 擂台在哪裡 在東協 東協上星期五 尾翰帶我們來看到了 真的是王不見王 沒有想到更赤裸的對決在這 上個禮拜一天之內 可以說是轉頭就走兩次 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了 中國道路的外長王毅 他跟林芳正 可以說是直接槓起來 跟日本的外長嗎 他跟日本的外長 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講了 一天之內兩度 換了衣服晚宴跟會談 都沒有對不對 這是東亞峰會的演說 這一次觀眾朋友 不是只有王毅了 王毅還配合俄羅斯的代表 一起退席 林芳正 日本代表講話的時候 我就站起來往外走 所以已經三度囉 俊陽哥 直接對嗆了 可是觀眾朋友不要忘記了 中國大陸跟日本 其實是有邦交的 可是這次日本 角度啦 或者是他的發言 都站在台灣立場在發 所以其實對日本 是非常嚴正的抗議 外長三度的跟你的外長 你在我就不在 這可以說是外交上面 已經提高到非常緊張的程度了 好 我們今天一路看下來 從強硬演習 戰狼外交到認知作戰 一切的一切所為何來呢 專家就提出了 實在是因為20大前 習近平內部壓力 這個壓力鍋 已經快要炸開了 一切都以維穩為前提 那內部是有多不穩呢 其實今年可以說是 中國大陸相當多災多難的一年 我們是講的是 不只是人的部分 也包含了天災也有很多 所以我們就講了 這一次防疫是個問題 經濟不如預期是個問題 可是天后意象 在這個重慶 已經高溫到44度 44度 44度 那因為很熱又不下雨的關係 你看這個鄱陽湖 它居然可以看到鄱陽湖上面 類似已經有一點沙子都看得到了 有沒有 鄱陽湖今天都枯水期 是71年來最早 水位退到同期最低的 就是乾旱 所以重慶現在乾旱 但是東北呢 遼寧卻大雨 而且大雨到它的整個這個 都已經洪水潰堤了 緊急疏散8000多人 你看這個畫面 剛剛那個是美水對不對 在重慶 這個是遼寧 這就是大水 哇 已經汪洋哲國耶 所以我說風不挑雨不順就是這樣 今年的確大陸不是那麼順 就變成是汪洋一片了 那之前在湖南也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你看喔 中國大陸的這個卡車司機 一個指令說 我們現在沒辦法了 因為已經要潰堤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線 我們再看一次 車子往前衝有沒有 哇 人類 對 拉住那條線 因為它也害怕的話 就會來不及跳 它車上居然跟你看 都是那個大石頭對不對 直接帶 它不在拍電影呢 可是這個沒有用啦 因為它潰堤了以後呢 它是用一車一車的 卡車帶著石頭 又衝進去用 想要變成是個卡車實體 來擋住水 可是最後還是徒勞無功 只是它勇氣可嘉 因為它必須要擋住那種水 不然會有很多的 生命財產受到危險 時間並不久耶 這個是2016年 也如此極端的防洪作為 連人帶車人上綁了一條繩子 把它拉回來 車子跟石頭一起載下去 人在最後一刻有跳車啦 那在車子上面都是個大石頭 也就是希望能夠把那個 潰堤的潰口給堵上 但問題是它還是徒勞無功 今後的意象 剛剛從重慶講到遼寧 我再告訴大家 上海 上海的寶山區 現在居然下冰雹 這也是因為急冷急熱的關係 而且這個冰雹的這個大小 非常的大 幾乎是鴿子彈魚般的大小 打了以後就聽到的聲音 如果人走在那邊 可能還會受傷 這也就是上海的氣候意象 上海下冰雹了 整個過程當中 你看出來中國大陸現在氣候多變 而且民眾正在受苦 這兩個字不穩 人心也不穩 環境也不穩 為什麼 任何一個風吹草動 看著旺爺可能都要開槍了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 習近平念字在字 景彩不變的路線就是堅持清零 沒有想到東清西清清到這個 他上任十年來 加大力道建設 重中之重的三亞 居然疫情在這裡炸開了 這個就是一個 可以說是比較尷尬的場面 這幾天因為對中國大陸 對台灣的這個導彈試射 大家以為說 我們把台灣島給封起來 因為沒想到是三亞先鋒 那不是因為軍事的因素 是因為要抗疫情 這個動態清零的狀況跟要求 使得三亞現在出現疫情 情況之下怎麼辦呢 八萬個遊客啊 直接都被困住了 只好回到 因為機場沒有辦法飛 你也離不開 它避免這個疫情擴散出去 所以只好我本來已經玩完了 我都已經玩了五天七天 我要走了 我在機場我上不了飛機 我只好再回去以後 去住飯店 但是等等 八萬個人都沒走 飯店也不夠了 所以就亂成一團 所以很多人就在機場 跟公安警察在那邊對峙著 或者是躺在那邊睡覺 真的 三亞被封以後 很多人講說 不是是封台灣嗎 怎麼三亞先被封了 其實民眾也是有抱怨的 那當然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剛剛講的這包含天氣 包含疫情 最重要的還是經濟 因為今年的二十大 為了要維穩 所以現在對台灣 也做了一些政治動作 轉移了很多 大家對爛尾樓跟經濟的這些 領域 對 但是問題是 這個問題是不可能 因為台灣問題 而直接轉移掉了 中國道路的房市危機 其實還在持續的擴大 那中國道路也比較特別 它為了房市爛尾樓 跟這些資金的整個停滯 它有設立所謂的壞賬銀行 壞賬銀行 要去幫忙這些爛尾樓 或者是沒有辦法 這個還出貸款的這些爛賬 來幫忙打消這些壞賬 它幾乎就是最後一道房線了 但是居強哥 連壞賬銀行本身都虧損 那就麻煩了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包含華榮跟長城 二度的發表財報 進行的債務重組 所以長城資管公司 跟這個華榮 中國華榮銀行 它現在目前它是壞賬銀行 它要幫忙解決壞賬 可是它自己都虧損 所以華榮 華榮不就是我們講說 最貪貪官賴小民之前 對 他當董事長的這個華榮嗎 對 那這個華榮不就是 被認為江派的錢袋子嗎 所以其實大家就要講了 俊強哥講到重點了 我跟你講的是財經 可是財經的背後 怎麼又是江派 所以其實就在這裡了 今年的二十大習近平 他在維穩跟這個打壞賬 以及處理爛尾樓的同時 他跟江派之間的恩怨 其實也正在進行當中 華榮現在已被列為這個壞賬銀行 還沒有辦法 自己本身都有壞賬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是不是江澤民 跟習近平之間的 派系的這些角力呢 還在進行當中 大家可以觀察下去 許多他們做事 wan走一把 Second部分 就是 Wide 迎 Rex 鯪